这个也上了热搜啊 什么自扁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破装效应 看到看到一段话好喜欢 女生喜欢永远不要在谈话中自扁 不要说自己长得不行 不要说自己脑子不行 不要说自己能力不行 你怎么说自己就会怎么看自己 别人也会怎么看你 永远不要在谈话中自扁 因为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破装效应 有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扁 你自扁就是在给父母朋友 或者陌生人提供情绪价值 自扁是一种精神艾滋病 只要你改变生活必然会变得更美好 1600多条评论 自扁的久了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 还是要保持自信吧 这是评论 本思想家是搞什么边界的 自扁就是自卑的一个东西 自我压缩的东西 可是基督教都谈的是这个玩意 我有罪 要向神欠慰 忏悔 这里的自扁 他是说的向凡人忏悔 当然是有点问题 但是自扁的对面就自大自狂 我永远是世界第一 我是上帝 我是佛陀 也够你吃的消的 那也够让你倒霉的 自扁 要警惕 自大 也要警惕 居宗呢 居宗 居宗也要警惕 自扁的这个保义词呢 就是可能是有点这个谦逊的那个意思 自大的这个保义词呢 可能就是有点自信的那个意思 你看你居宗 你这个积极进取 自大 自信嘛 你没了 千千君子 你也没了 居宗平荣 所有的道理 没有人间真理的 都需要审视 哎呀 说这句话 说的有道理 你就开始要倒霉了 说这句话 说的毫无道理 公安 你也要倒霉了 啊